這位有我分嗎? 來一個 嚴選十大GVB最棄屎的藝人 這位有842 我排第幾位 你排第三 剛入選了 剛上榜 這班車哪個都能入到 不是吧 我們立即請幾位打手幫你 立即幫我,令我先到11 就不說了,這位就移除了我 好 所以這個熱帖的… 除非標題很特別,是說熊永成 你才是…聯合很強 否則有機會只會拉到你 我們繼續來 繼續看 關於KOL 是,上年六月開始,到今年六月 黃翠瑜排第一 第二,琴姐排第三 我老婆,Innes 這個真的可能你要分析一下 對,影響力這個 其實就是看,例如他出了姿勢後 他會否有一個一敷百應的效果 是,即是他出了一個貼 關於我和熊永成的 而影響力就1841.12 是 那這個數據如何拿回來 這個其實有點像剛才的熱道值 剛才熱道值 就是在看那些互動程度 是 這就是互動程度之餘 再考慮發貼的數量 如果發貼量是少 但是他帶來的互動程度是很高的 很高的 那就是他一敷百應 黃翠瑜出貼的影響力就會很高 或者開來之後拍了新期 就算不找他也好 可以找他幫幫忙 專注一下 對 因為我和他的化學作用 在網絡上是非常高的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在市場的人 都要靠這個排名 他們就會知道 譬如公司或團隊出了市場 市場的影響力是怎樣呢 去到哪裡呢 他們可以做一個反軌的樣子 那我想問現在 是否大部分 無論市場公司 即是活動公司 都會看這些數據 開始去選擇藝人 或者合作的這些演員 其實近年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這類型公司 會用這個方法去找 究竟應該找什麼演員 什麼藝人 去幫他做一些宣傳 那說一下 我這一年也真的… 可能你會成為親子界的KOL 當然也要借我的女兒 多補她的照片 是的 親子界, 好爸爸… 我們繼續看, 這就是好感度 怎麼看好感度呢 好感度呢 因為剛才有說 究竟人們說你那是否正面 對… 這就回應你剛才的問題 是… 好感度其實是用AI計算的 是… AI… 剛才我們有說 他首先要學習中文 是… 他學習中文後 他也要知道這些中文的意思是甚麼 是… 於是他首先分類 這些字正面或負面的 然後再給他一些比重 這是給予一些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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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是圖堆的 我很重要 直接發給他們 對, 這是我的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對… Darren 你打擊我嗎?Darren 不是打擊你 不是, 你後面也有很多很好 還有好的嗎?好, 期待 這個再深入一點 就是細分當網民在討論你 例如家庭時, 關於你拍劇 上節目 甚至是其他新聞時的好感度 這個分析得很細緻 對 原來去到不同的類型 都有正面、負面和中立 這樣看來, 家人的正面很少負面 中立就少少了20% 一到拍劇 但負面是30%才是最高的 剛才我們提過的東西 論壇排名的時候 我跟她有10%而已, 不關我事 她仍然要計算 如果這樣分析的話 拍劇最多負面 盡量不要碰你的位置 如果以分析來說 我們做人不要那麼消極 再積極一點看, 我們要改進一下 那又知道哪個方向 對, 你不是剛才說哪個方向嗎 對… 我知道了, 謝謝… 知道人生要怎麼走 撇除我十大氣使的行業 你要標籤第10位 推另一位上去 打手你們…包不包嗎 你心目中有否人選推薦 就是你, 晉賢 是 這些我不會跟你說